强调诗与兽的共同参与 希望为孩子在黑暗中照亮前方的路 以诗比兽更有福为精神骨干 重新出发 重新开始 用行动结合广大资源 共同为儿童的身心灵健康发展而努力 新北市儿童创伤服务协会的宗旨 是丰富儿童生命力 适性多元发展 并发扬助人及互助的精神 积极促进儿童有形及无形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 每一个孩子在发出警讯的时候 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的人墨 那我们也对孩子要必须要达到 我们的教养护 这三方面我们来洞窟来维护 那每一个孩子守住的时候 因为孩子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资产 那我们的资产是越来越少 那孩子越生越少的时候 那孩子呢 跟自每一个生命是我们要守护的 每一个孩子是我们要守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还有孩子进到校园的时候 进到幼稚园 那甚至进到保姆的领域的时候 然后进到社会游戏区 那我觉得这方面的各方面孩子都需要我们这些周遭的大人 那爱与他同行 那还有就是关心 不要忽略 那还有我们会进到另外一个是属于演讲的部分 那还有亲子的讲座 亲子的课程 那我们还会做儿童的反读 因为我们相信在现在的社会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书上的社会新闻有关于儿童的部分 他其实多佩已经有进入到校园 到国小二年级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会进到反读的这个认识 强调诗与寿的共同参与 互惠饶意为前提 以有限的生命创造生命的意义 在发挥生活的价值 而生活的价值 在饶意每一个儿童的生命 就像蜡烛燃烧自己 在黑暗中照亮前方的路 希望能够做孩子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为他们照亮前方的每一步路 一起努力守护这片土地上 每一个孩子 时光新闻记者 来依荣台北采访报道